大家好,我是小雨,欢迎您来到我的养生频道。 在看视频之前,请给我点个小爱心,您的鼓励是我进步的最大动力。 最近的天气很干燥寒冷,气温变化比较大,导致很多人都咳嗽,我家小孩也没有幸免,加入了咳嗽的大军。 起初看到孩子感冒,就去医院拿了点治疗感冒的药物,于是连吃一个星期不见好转,于是就尝试各种平方,依旧没有任何效果,孩子不仅遭罪,而且对身体伤害也很大。 家里的老人知道这个事情之后打电话给我,让我平常做饭以清淡为主,不要吃辛辣刺激的,多吃蔬菜和汤水。 最后,让我经常给孩子煮一道清肺润燥,化痰止咳的食材,就是罗汉果,让我每天给孩子喝。 于是我听从了家里老人的话,每天都会给孩子煮这一道食疗茶饮,搭配着药物一起食用。 结果神奇的事情发生了,孩子的咳嗽完全康复了。 这道食疗茶饮汤,我也分享过好几个朋友,结果大家都反映效果很棒。 今天也分享给大家,下面随着我的镜头,一起来了解看看怎么做的吧。 这是我刚刚从超市买回来的罗汉果。 罗汉果的吃法确实非常简单,就是简单放在茶水中,放入适量的水。 煮开之后,它就会释放出营养成分,有着甘甜的味道,色泽比较红润。 是一款具有保健养生效果的饮料。 其实也有着很多的功效,但是大部分人都不是特别了解。 罗汉果的功效与作用有哪些呢? 根据中医的说法,罗汉果具有清热凉血,生精止渴的功能,可以延长寿命,发挥美颜的效果。 现代医学研究发现,罗汉果富含糖代,比浙糖甜300倍,具有降血糖的作用,可以辅助治疗糖尿病。 富含维生素C,具有靠衰老美容作用,具有降血脂、减肥、改善肥胖者的形象,成为爱美女性的最佳的一款选择。 第一,罗汉果可以预防感冒。 特别是新鲜的罗汉果,不仅是治疗肺炎的特效药,而且对流感有很好的治疗和预防作用。 只要每天用新鲜的罗汉果和姜煮成开水作为饮料,不仅味道好,而且还能很好的预防感冒。 在感冒初期能够更好的控制,达到治愈的效果。 罗汉果的糖含量属于单糖,不仅对糖尿病患者的病情不产生不良影响,而且对糖尿病有一定的辅助作用。 在预防感冒的同时,它还含有蛋白质肝成分,可以清除体内的垃圾,减缓皮肤老化。 罗汉果这样子更容易把它的味道释放出来。 第二,可以润肺养盐。 罗汉果具有镇静肝脏,润肺养盐的作用。 现代医学研究证明,长期饮用罗汉果茶具有滋润、干燥等功能。 多吃罗汉果,还能够发挥养肺的效果,达到润肠通便的作用,改善咳嗽的现象。 亲爱的朋友们,视频已经看到这里了。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,那么就伸出你的发财小手帮我点个赞呗。 您的每一个点赞和留言都是对我前进最大的动力。 在这里真心感谢您了。 接下来我们准备一块陈皮。 陈皮第一,可以健脾开胃,能改善脾胃虚弱导致的不思饮食,消化不良,食肌不化,大便吸糖等症。 陈皮还可以辅助治疗胃气不降或者胃寒导致的恶心呕吐等症。 第二,可以理气消食。 菊皮入皮、胃精、擅长形器,可治疗脾胃气质之症。 如腹丸胀胀满或胀痛、食肠纳叉、消化不良、胸隔皮满等不适症状。 可以用陈皮和生姜、红糖等搭配食用,还有去除胃寒、缓解胃痛。 第三,可以造湿化痰。 菊皮有暖皮型器、温灶化湿、脂壳化痰的功效。 适用于咳嗽痰多、色白粘稠、胸隔症满等病症。 陈皮搭配生姜、紫酥食用,有脂壳化痰、沥烟润喉的作用。 还可以改善慢性咽炎、支气管哮喘等。 第四,减肥瘦身。 紫皮中含有的有机酸、维生素C、纤维素等成分,能够促进肠胃蠕动。 帮助消化的同时,还能够帮助清除吸附在胃肠道的脂肪,将脂肪有效地排出体外。 减肥瘦身效果十分理想。 第五,美容养颜。 陈皮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,能够帮助皮肤保持粉白柔嫩状态。 而且,陈皮还能够帮助身体排出毒素。 身体内环境得到平衡协调,皮肤也会变得更好。 这个陈皮我们要多清洗几次。 清洗干净,控水捞出。 接下来,我们再准备金银花三克。 金银花自古以来都有个金银花露制称,而且芳香可口,是一个非常好喝的自配饮料。 而且,对于防止夏秋小而热肥有很好的效果。 金银花是名贵药材之一,清热解毒,统筋活络,广浦抗菌,对抗病毒的功效。 消炎中成药都含有金银花,具有中药抗生素、绿色抗菌素之称。 金银花还有非常明显的几个功效,对于解暑、醒酒、醒脑、解渴、消除体内毒素物质、降脂、减肥、美容劫肤、预防衰老、延年易瘦的作用。 金银花对于降血压,降低血清淡过程,增加光脉血流量,预防惯心病和心脚痛。 还可以抑制脑血栓的形成,提高人体耐缺氧自由基,增强记忆,延缓衰老,改善微循环。 清除过氧化脂肪沉积,凑进新陈代谢,润肤去斑。 金银花洗净后放一旁备用。 接下来,把这三种食材洗干净之后,放入养生糊里。 然后加入大约800毫升左右的纯净水。 按花茶的键煮上10分钟。 金银花,罗汉果,陈皮茶,还可以预防新冠。 罗汉果,宣肺清热,化痰止咳,但它偏寒性。 陈皮,健皮造湿,偏温性。 罗汉果与陈皮搭配在一起,就可以起到, 宣肺,止咳化痰,健皮立湿的作用。 容易上火,喉咙发炎,或者长期吸烟的人士, 平时多喝点罗汉果茶,还有利于清烟离喉。 罗汉果,陈皮,金银花中也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, 以及维生素等多种营养物质。 其中呢,膳食纤维还能够促进人体肠道的蠕动, 有效地起到润肠通便的作用。 煮好的罗汉果,陈皮茶,金银花, 我们直接倒入杯子里就可以饮用。 好了,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, 感谢您的观看。 我是小影,我们下期再见啦。